蛋清像火动,蛋黄摔不碎 生鸡蛋煮熟后,竟然变成了弹力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可起之光正在为您播出会跳的蛋黄 白女士家住北京市西城区 她是一个勤快人 平时在家里做卫生,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等等 做得都十分麻烈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却让她对鸡蛋产生了抵触 白生鸡,来,过来看一下 来来来,开紧着,你看看 别烫了,你看看 你看看,这鸡蛋煮出来怎么这样 这带鸡超是干嘛,那个 对呀,来看看它煮出来这个青 来,你看看,这个青怎么都这样 来看看这个黄 这么硬 而且还捏碎 这黄是有点硬 很香 这还蠻吃的呢 当天,白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厨房煮鸡蛋 煮好后把蛋白和蛋黄剥离时 发现蛋黄有些不对劲 她十分的坚硬 不容易捏碎 而且很有弹性 这可吓坏的白女士,当即就不敢吃了 我们家的鸡蛋啊,是从下边超市买上来的 而且不是那种廉价的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了 关于假鸡蛋的报道有不少 其特点是大小和个头很均匀 每个鸡蛋的圆润程度几乎相同 还有一些制作假鸡蛋的人非常的狡猾 会在假鸡蛋的蛋壳上抹上鸡份来迷惑大众 除此之外,假鸡蛋里往往产有明胶和色素 因此蛋黄会出现捏不烂,甚至摔不烂的现象 煮熟后的假鸡蛋更具有弹跳能力 我这次买回来的鸡蛋 我用它炒过菜,做过汤 那天我看见没剩几个了 想给它煮了,吃了 然后再买些新的回来 没想到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爱人说,我可能买到假鸡蛋了 随后,白女士的爱人又煮了一颗同批次买回来的鸡蛋 煮熟后,再次把蛋白和蛋黄剥离 发现这些蛋黄是没有问题的 一捏就碎,也没有弹性 既然是同一次买回来的鸡蛋 不全有硬蛋黄的问题 白女士总觉得不一定是鸡蛋本身的问题 但是,这呈现出来的现象 就和生活中传言的假鸡蛋逐出一辙 那么,鸡蛋里都含有哪些物质呢? 究竟这好好的鸡蛋,为什么会变成盘力鸡蛋呢? 鸡蛋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其实是水 除了水以外,还有大量的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存在于两个部位 一个是这种蛋清 另外一部分,我们蛋黄当中也会有一些蛋白质 蛋白质随着温度的变化 比如温度一高,它会产生变性 温度低,也可以产生变性 相信很多朋友跟白女士佳一样 习惯把买回来的鸡蛋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储存 但是,我们怀疑鸡蛋变性是在储存的时候 预冷导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为了验证,我们还需要进步的分析 那如果鸡蛋它不规则的话 那就更证明这个鸡蛋肯定被冻过 蛋清 就是低温的一个变性 变成那种,这叫凝胶 比如吃鱼,到饭店里边吃鱼 如果它那个饭店,这个鱼加热时间不够 外边咱们吃那鱼肉都没问题 里边会成那种冻状 那个呢,就是变性没有彻底 形成一种明交状态 记者搜索到不少关于鸡蛋变痰蛋的消息 有媒体称,不一定是假鸡蛋 而是鸡蛋在经过长期冷藏 甚至短时间的冷冻后 导致煮食后,蛋黄吃起来像果冻 捏不碎,摔不散 为此,记者决定亲自进行试验 我现在把这个从超市买的新生的鸡蛋 放在咱们这个冷冻室里 来模拟一下它这个环境 我现在把这个冻好的鸡蛋拿出来 冷冻过以后 这个鸡蛋呢,已经上面有裂痕了 它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它已经软了 我们把它磕开 我们看这个蛋清已经击败成这种果冻的这种形状了 非常有弹性 好,然后里面还是硬的 我们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它这个蛋黄跟蛋清 它就已经自己自动的融在一体了 很稀 融合在一起 好,现在我们把另一枚鸡蛋放到水里来煮它 我们现在煮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 它这个蛋白已经从这个裂缝里面就出来了 好,现在这个鸡蛋已经煮好了 然后我们来把它包开看一下 好,我们把它包开看一下 好,我们看这个蛋清 它也是一层一层的 然后就是像果冻一样很筋道 这样 我们看这个蛋黄 它现在很有弹性 而且它抠的话它是不掉渣的 不会碎 很有弹性 我现在从成为高一点的地方把它扔下去 我们看一下 你看 它完全会弹起来 正如专家所说 白女士家的弹力鸡蛋和记者模拟试验中的冷冻鸡蛋 煮熟后有几乎相同的特点 那就是蛋清很筋道 像果冻一样 蛋黄有弹性 并且形状不规则 不是正原型 如果不是鸡蛋本身的问题 那么恐怕答案只有一个 鸡蛋被弹坏了 冰箱用的时间长了之后 它也会老化 那么冷藏室和冷冻室 有的时候因为密闭性不好 通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是负四度了 有的时候你看那些老冰箱 冷藏室都能结冰 那这种情况肯定不行 从母鸡下蛋直到进入超市货架 中间有很多的环节 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到鸡蛋品质的问题呢 我不知道这个鸡蛋在客人家里边存了多长时间 如果时间又短的话 那么我就怀疑这个鸡蛋在厂家是不是存放时间久了 每台新冰箱的标准配件中都有放蛋类的鸽子支架 如果说鸡蛋受冷会导致变质 是不是生鸡蛋就不能够放在冰箱内冷藏储存呢 可以啊 我们的冰箱是负四度 就是冷藏的那块是负四度 它不是负八度 也就是说低 你不能够低于八度 就零下那个八度 你不能低于那个 低于那个 这个水分上流失的非常非常明显 因为它液态水都变成固态水了 以前也没有预见过这种情况 也没有关注过鸡蛋真假 这事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心里还是挺不舒服的 专家还要提醒大家几点 生活中鸡蛋储存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买鸡蛋都特别方便 我不太建议就是一买买好多 你买了一点 而且没必要放冰箱里边 就屋子里边正常的保存就可以了 年轻的母亲三岁的幼儿 先后出现了脑梗塞的症状 是什么让它们面临生命的危险 即将播出母女脑中的神秘烟雾 2014年寒冷的冬天 这是河北保定一个盛产甜蜜瓜果的乡村 但是在近三年时间里 26岁的李建龙的心 就仿佛这冬季荒凉的土地一样 只有寒冷和苦涩 她的感觉就像是有一把刀 一直悬在她一家人的头上 她忐忑不安地等着 她不知道哪天这把刀 会再一次落下来 两年前 灾难已经落在她妻子头上一次了 现在她害怕 灾难会降临在她年仅三岁的女儿身上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灾难来得是这么的快 灾难的到来 让李建龙更加感觉到彻骨的寒冷 这一天李建龙回到家 她就听到满脸泪痕的妻子告诉她 女儿李妙涵的左手不能动了 这句话几乎要把她的心脏击碎 她竭力忍住眼泪 她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她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她决定她要带着女儿直接去北京 去航空总医院找韩红彦主任 就在她急着四处筹钱的时候 女儿再次出现了左手不能动的情况 真的不能再拖了 从家到北京航空总医院 这条路李建龙实在是太熟悉了 你来北京来过多少次吗 从她刚开始查的这个病 那会儿就是来预约手术一次 做手术 第二次手术 现在我家还四五次了吧 在北京你最熟的地方是哪 医院嘛 直接来就是医院 2014年12月2号 小李一家来到了航空总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韩红彦主任第一时间接诊了他们一家 并马上安排了孩子做了脑CT灌注成像 影像显示 李妙韩右侧大脑中动脉 大脑前动脉起始不管腔 禁于闭塞 右侧大脑半球灌注减低 确诊为烟雾病 检测脑部的这个血流动力学 就是我们给他打一种药进到血液里面以后 然后呢再来拍CT 看看呢这个 就是整个脑组织的显影 是不是医治 是不是都在正常的这个显影的时间啊 是不是都在正常的范围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时间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总量 血管烟雾病变以后 那么整个就是整个这个范围 比如大脑中动脉供血的范围 这一部分的血管 它都会变息 这个脑子的总力的这个血流量 就减少了 相当于不能够满足脑组织的代谢需要 所以呢这时候做灌注CT 就是可以发现啊 一个是脑血管病变到什么程度 另外一个呢就是 它缺血缺到什么程度 从影像上我们可以看到 烟雾病是一个形象诊断 因为颈内动脉末端这一片的血管 逐渐狭窄直至闭塞 脑组织工血少了 就会产生一些扩张的穿肢动脉 这样的血管在造影上面看上去比较乱 像烟雾一样 所以被叫做烟雾病 这一团烟雾曾出现在李妙涵妈妈的脑子里 现在又出现在年仅三岁的李妙涵的脑子里 烟雾病 这个让李健龙一家害怕又熟悉的字眼又一次出现了 将近三年的时间里 他们一家被这字眼折磨的已经完全不知道幸福是什么了 李健龙现在只盼着救了妻子的韩主任 这次也能救救他可怜的孩子 这次他能救得了年仅三岁的李妙涵吗 因为在国内还没有过这样年龄的孩子烟雾病手术的记录 李健龙一家将和韩红彦主任一起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手术难度大 风险高 但是不做手术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 就是有症状的病人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那么烟雾血管 烟雾病这个病变会逐渐加重 我打个比方就就像什么样 一个家庭里面 本来是由大人来干活 这个孩子刚三四岁 现在大人不行了 活要靠三四岁的孩子来干 特别是干一些重活 那么孩子肯定会累坏 那么累坏了就相当于烟雾血管会出问题 要么就梗塞了 要么就出血了 那么我们知道脑子不管是梗塞还是出血 都会导致这个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 严重的甚至会毁击生命 大乔手术需要在0.5毫米的血管上缝七针 才能吻合三岁孩子大脑里的血管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母女脑中的神秘烟雾 2010年两个从中学就相识的年轻人结婚了 新郎李建龙和妻子都是22岁 这一对年轻美丽幸福的人儿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开始了甜蜜的新生活 2011年他们孕育了一个美丽的小生命 小女儿寒寒诞生了 一个娃娃哭着的孩子会笑了 会说话了 会爬了 幸福快乐是全家唯一的主题 我们结婚就四年了 没什么吵过家 动手就更没吵过 没动过手也没什么吵过家 挺好的 仿佛是乌云突然到来一般 当孩子十个月大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剧烈的头痛袭击了寒寒妈妈 她感觉左手发麻 没有力气拿不住东西 所有人都想着 是不是累着了 是不是被风吹着了 是不是休息几天就会好了 李建龙照顾着妻子好好的休息了几天 可是这几天休息下来 病情不仅没好 反而越来越重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李建龙开始了在医院里的奔波 保定的医生告诉她 韩寒妈妈的病叫做烟雾病 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没有办法治 这是李建龙第一次听到烟雾病这个名字 我在我们当地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问她 我说哪能治 只要能治我就给她看 因为我们结婚也不久 我们有的亲戚也说不行离婚算了 所以后来我说那不可能 我就想打过脉去我也给她治 从这一刻开始 韩寒妈妈的眼泪就再也没有干过 小李紧紧握着妻子的手 下了决心带妻子去北京 带着重来的六万块钱 带着对妻子的浓浓爱意和期盼 李建龙把妻子送进了一家医院的手术室 经过三个小时的交集等待 换来的是手术失败的消息 不甘心的李建龙并没有放弃希望 继续四处询问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终于她知道了北京航空总医院 知道了功能神经脉科韩洪艳主任 年轻的李建龙知道自己是妻子的支柱和主心骨 她对妻子再一次手术的选择更加慎重 在互联网上她找到了韩主任的患者 建立的韩教授烟雾病爱心社的QQ群 上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看到了多位患者在韩教授及其团队精湛的手术技术 和专业的护理下远离病魔 2013年1月李建龙鼓起了勇气 带着愁来的钱带着病重又绝望的妻子 来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 她来的时候状况很差 当时也这么年轻 也刚生完孩子 可以说那是非常痛苦的 感觉这生活好像都绝望了一样 因为她在之前治疗的时候也有人跟她说 这个烟雾病是一个不治之症 最多能再活10年 而且有她这种症状 所以当时是很悲观绝望的这么一种状态 韩主任告诉韩韩妈妈不要悲观 她让年轻的夫妇看到做完手术以后健康快乐的患者 看到干净整洁的病房环境 看到专注体贴的医护人员 韩教授的耐心解答都让夫妻呀感到放心 尤其是看到同病房的烟雾病病友术后痊愈出院 更是让他们感到越来越有希望 韩主任针对韩韩妈妈的病例情况 制定了专门的手术方案 手术是在全身麻醉下行 铁浅动脉大脑中动脉血管吻合术 铁肌骨膜脑硬膜脑中动脉贴腹术 这种手术难度非常大 尤其是血管吻合术 要在显微镜下将直径不足一毫米的血管吻合起来 同时时间不能过长 防止脑缺血损伤 可以说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再次经历了六个小时漫长的等待 当妻子被推出手术室 看着韩主任脸上的笑容 李建龙悬着的心放下了 我们这种这个新的方法呢 就是除了你把以往所有的因素都贴上一半 我们把开路范围扩大到额部 扩大到额部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额部的鲁股骨膜给它有力出来 然后也做贴腹 就是多一个比以往的方法 多一个贴腹因素 那么多一个贴腹因素 手势范围更大了 那么就多改善一块脑组织的工学 术后韩寒妈妈恢复得非常好 没有再出现头痛 手脚发麻不能动的情况 回到家 李建龙看着妻子身体越来越健康 心里非常高兴 但是还有两件心事 一是把给妻子做手术戒的钱尽快还上 二是对女儿的担忧 因为韩主任告诉过他 烟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性 虽然医学界还没有明确其遗传机制 但患者子女患病的几率比正常人高三十七倍 经济上的压力还算好 自己还年轻 只要他是肯干就能还上钱 还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只是对女儿的担忧 常常让他深夜难眠 又不敢跟妻子诉说 一转眼女儿长到了三岁 聪明活泼 但是灾难终于还是降临了 这个因为他这个是缺血嘛 可能会导致脑梗 甚至偏瘫之类 他也跟我说 如果我真的动不了了 你就给我打一句安乐死 让我死了算了 他也跟我这么说 那说那也不可能 他后来我女儿有的这个病 他都不能给我离婚犯了 想跟我离婚犯 也跟我提过 我说 病都治好了 离什么婚犯了 我也不肯定 离婚我肯定不同 后来也没说过 就是啊 离了你 你一个人能照顾 能照顾了孩子嘛 在李建龙一家痛苦迷茫不住的时候 韩红燕主任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挑战自己的新高度 在之前 国内还没有看到 三岁患儿行手术搭桥的报道 手术历时六个多小时 韩主任成功地完成了孩子的手术 这是国内首例三岁儿童烟雾病人的 联合血管搭桥手术 我们认为在技术方面 我们已经能克服目前这种技术难度了 因为这么小的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因为有烟雾病以后 他的体格发育也受到一定影响 三岁也多 看上去之前两岁多了 这个血管细到直径只有0.5毫米左右 所以比这么细的两个血管搭桥 而且搭完桥还能够通畅 那么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我们挑战了这个难度 而且挑战成功 就是这个孩子将来可以健康地成长 那么这种难度挑战我认为是值得 所以呢我们将来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医生 能够来接受这种挑战 对吧 使更多的这个烟雾病的患啊 得到一个健康的这种成长的这种机会 突发心梗命悬一线 面对身边的隐形杀手 我们是否可以提前预知它的发生 高危电源又应该如何进行调理 科技之光正在为你讲述心梗你也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结果显示 心脑血管疾病已超越癌症 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头号杀手 目前全球每年约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其中有一半以上死于急性心肌梗死 有过这种疾病经历的人 对发病瞬间的感受终身难忘 就是啊有点啊堵到喘气不云挺 是吧回头完事呢没有我几分钟就昏迷了 这就赶紧马里奔着拉着跑 到这儿也不知大夫怎么做的反正怎么弄的我醒了 这大夫才告诉我说这是新港 面对身边这样一个无影无形的杀手 大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 没有提前征兆发病突然 抢救若不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心肌梗死正是这样一种突发性疾病 可是我老伴呢那天下午突然呢他就闹心不好受 提前什么征兆也没有 平常日子心脏也脚是挺好 他这个就是挺突然的 是的就是这么突然一下 病人虽然躺在床上 但是疼得浑身是汗疼得动弹不了 幸亏被及时送到了医院的急救科 这才从鬼门关前回一条命 这一次的生死历险 对于才40岁的患者来说 真是如印象深刻的电影一般在心中 挥之不去 这种病来特别快 说来就来 安静难难来说吧 仅仅40 我脚这四十不至于这到这确定心脏 昨天上班街场直接送到这来 其实从临床而言 绝大多数急性心肌梗死 发生于40岁以上的中年和老年人之间 个别病人不到30岁 发病率随年龄增加而明显增高 心梗是简称 它的全称叫心肌梗塞或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一般是有生命危险的医学心急状态 需要立即采取急救措施 分分秒秒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往往许多心肌梗死病人的发病时间 都在凌晨时刻 使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另外 虽然发生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 在临床上常有持久的胸骨后剧烈疼痛 发热症状 严重者会出现心率失常 休克甚至心力衰竭 失去生命特征 但是一旦心梗发作 表现出这些症状的时候 患者往往因无准备而无力自救 因此人们就在想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提前告知心梗发生的危险呢 前些天 严先生因头晕而入院治疗 正是因为这次住院 也为他的健康敲响了警钟 前两天吧 下午在家玩点脑 当时就是玩的挺那什么的 就突然间呢 就感觉头有点晕 头晕了玩回来我就去客厅 说喝口水坐着歇会儿 歇会儿玩回来就心脏里边就这里就开始难受 玩回来我就给家里打电话 家里说不行说回来 我说不用了 我说赶紧我就先去趟医院吧 在医院里27岁的严先生跟医生说 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有高血压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家自己调理 关注自己的健康 但是还是没有想到危险这么快就降临在自己年轻的身上 医生说让我做一个这个抽血的一个检查 当时回来抽完血呢 抽完血那个结果出了以后呢 那个主人跟我说挺危险的 让我赶紧先出院 简单的一个头晕就要入院治疗 究竟严先生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是什么原因让医生判断 严先生就要发生严重的疾病了呢 他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测了血浆磷脂梅A2 我们想到他这个值还是很高的 应该是260N克2每毫升 这个应该就是说一个一个中度的一个血浆磷脂梅A2增高 医生说鉴于严先生有高血压 然后又发生了头晕等症状 因此才安排他做了血浆磷脂梅A2的检查项目 而检查结果表明严先生的血脂偏高 有潜在的心肌梗死的风险 病房里57岁的蓝阿姨是因为突发心梗住院治疗的 医生在他的检查结果里也发现了血浆磷脂梅A2指数超标 突然觉得心特别的疼 前心疼后背也疼 疼的挺什么的挺厉害的 晕倒不就送医院了吗 到医院来呢 回来医生给我检测说他是那个心梗 可是我原先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我都没有 没有任何征兆 陈练的蓝阿姨就这样被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万幸的是手术成功 蓝阿姨这才救回了一条命 对于蓝阿姨的情况 主治医生是这样回忆的 陈练后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血浆磷脂梅A2的检测 处置是300那块每毫升 提示是一个关心病的比较严重高位的人群 我们今天对他进行了关脉造影检查 关脉造影提示病变比较严重 是一个严重的三肢病变 我们建议病人进行搭桥治疗 随着年龄的增长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 特别是冬季到了 在这个疾病高发的时期 我们就更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 不能忽视身体给我们的信号 我今年61岁 平常身体一直很好 没什么毛病 也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都没有 可是最近 身体总有点不舒服 总咳嗽 这样我就到咱们这儿医院看看 大夫就是把我留这儿了 让我住院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咳嗽住院治疗的蓝先生 自己也感到很奇怪 没有任何其他疾病的他 怎么就要住院了呢 如来后我们对病人做上了常规的检查 其中血浆内阵没二 处置比较高 1599块每毫升 这个病人也是一个动脉硬化的高危人群 我们对这个病人也进行了冠脉造氧检查 发现左鼠干前降脂 回旋脂与冠脉都严重的一个下斩 然后也进行了冠脉的治疗 在临床上通过检测 患者身体中临脂霉A2的水平 医生对病人进行了初步的判断 及时有效的阻止了病情的进展 那这是不是说临脂霉A2可以帮助我们提前知道心梗的风险呢 那么在各个年龄段的健康人群中 他们身体里的临脂霉A2水平又如何呢 别急医学科研人员给我们做了一组测试 或许会直观的告诉我们答案 我今年27岁从事IT行业 我今年53岁从事财务工作 我今年59岁在政府机关工作 科研人员选择了三名和刚刚三位病人 基本信息相同但身体健康的测试者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作为对照组 对比两组人的雪浆临脂霉A2水平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三位测试者的测量结果 分别为112纳克每毫升 123纳克每毫升和148纳克每毫升 远远小于病人的对照组数值 我们中国人哈 他这个临脂霉A2的界定值是170 超过170到200就有一定风险 如果达到300以后 在我们在临床上看啊 达到300以后 就有的人在近期内 就可能有脑梗梗塞或者心肌梗塞或者是严重的血管疾病 这出现的可能 如果达到300以上400 那么近三天的这个发病率就相当的高 从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多大年纪 健康的人身体中的临脂霉A2水平都在170纳克以下 属于正常 那么究竟为何测量临脂霉A2这个物质 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有心梗发生的风险呢 斑块脱落之前或者是内皮有炎症这时候 这个血它是局部会释放很多 跟这个炎症或者脱落之前的相关的因子 相关的物质 就目前说 人们认为最可靠是临脂霉A2这种因子 临脂霉A2作为一种新的炎性反应标志物 是一种可以准确反应血管内皮炎症程度的特异性标记物 患者在心梗发生之前 通过检测血液中临脂霉A2的水平 就可以有效的了解动脉内周样硬化斑块的炎症程度 使医生可以提早对病人进行治疗 起到预防作用 而且由于这种测试测定快 可以用数值来表示 因此临床就可以用来判定 患者心肌梗死或者中风的风险系数 除了用这种手法提前预知病发风险之外 在平常的生活中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日常保健 防止心梗的发生呢 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不能过度疲劳 放松心情 改善以前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适当锻炼 这些病人不宜做过度的大的活动 如果大的活动 你总是这么运动量太大 斑块掉了倒是堵得快了 随着气温一天天转凉 也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有些老年人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 除了正确的进行锻炼之外 平时也可以通过食补的方法进行调养 自从上次出院以后呢 我就特别注意我自己的养生 像吃一些零食油炸食品炭酸饮料 以前特别喜欢现在我全都杜绝了 大夫呢给我开了一个小米花 有助于像姜血压姜血尺 预防心脚痛 现在呢我把这个米方推荐给大家 首先呢有10克的菊花 10克的生山渣 还有像15克的草绝明 将这三种药材放在杯里 用开水浸泡30分钟 我们就可以喝了 你也试试吧 颜先生推荐的绝明菊花饮 您记住了吗 在家制作既简单又方便 是日常生活中平衡血压 清热去火的好饮品 除了这款养生饮品外 在冬季我们也应该多喝粥 进行滋补调养 接下来南阿姨就为我们推荐了一款 健康美味的养生生脉粥 自从上次出院以后 大夫说让我平常的生活呢 也要注意护理一下 我呢也从大夫那儿学习了一些食补的养生粥 冬天晚上呢在家那个冷冷冷冷冷冷的 喝上一碗呢特别的舒坦 对于心脑嗅管疾病的人呢特别的好 我们用5克的麦冬 5克的五味酥 3克的人参 150克的金米进行制作 我们先把这些药材加水煮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将这些药材捞出 然后用这些药汁再以金米混合脑煮熟了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主要是治疗心气虚弱的冠心病 冬季室内外温差较大 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所以大家要注意牢狱结合 保证充足的睡眠 注意饮食和运动 少吃油腻的食物 多吃水果和蔬菜 降低心梗的发生率 冬去春来 万象更新 季节交替之际健康如何照顾 进步食谱 中药高荒 前挑万卷之间什么才是养生王道 冬春进步那些事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再过两天就是春节 寒冷的冬天马上就要过去 按照中医春重下涨秋收冬藏的理论 万物生发的春天是进步的最好的季节 于是不管是家学渊源还是道听途说 反正是大家都有各自的进步绝招 但这些绝招灵不灵 效果好不好科学不科学 那可就不好说了 李嘉庆是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最近几个月她可没少遭罪 平时来说的话身体的话 可是还是感觉比较虚一点 比方说可能因为运动也不够 然后平时感觉头有点昏昏的 有点乏力 或者是到秋冬天的时候 比较容易感觉冷 然后手脚都是冰凉的 李嘉庆发现在自己的圈子里 类似情况的人可是不少 为了解决各自的问题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妙招 在众多闺蜜的推荐和提点下 李小姐的春季养颜进步的计划 开始了 俄胶 护原膏等各种进步产品 出现在李小姐的食谱中 可计划刚刚进行了两周 虽然李小姐觉得自己手脚冰凉的症状 有所改善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上火症状 这让李小姐陷入了两难境地 补吧 火气太大 不补吧 手脚冰凉 然后我现在就是特别奇怪的是 我一方面是 比如说怕冷啊 手脚冰凉 我就选择一些东西去进步 但是我在进步的同时 为什么会引起比如说 这么一些严重的上火呢 为什么大补的鳄胶和固原膏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难道是李小姐吃的方式不对呢 它呢 其实是典型的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 就上热下寒 不用单纯的用一些卸火 或者用一些补羊的一些方法去 去对症它去治疗 虚弱的身体 过于生猛的补品 李小姐的两难境地就这么出现了 不过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里 专家就有一妙招推荐给他 一个是肉桂 再加一个虾枯草 乳香 墨药 再加一个酸漆 这大概五味药 五味药呢 也没必要说很严格的事情 就是你大概抓一点就行了 大概抓一点 你平时可以把它打成粉末 打成粉末呢 你用一个沙烏包把它包起来 你放到温水里面泡一泡 这个中药泡脚方简单实用 药材也都是些常见的药材 如果大家不嫌麻烦 可以用砂锅来进行熬制 水不用加太多 熬个三十分钟就够了 然后再对入温水泡脚 效果说得上是事半功倍 为什么这么简单 常见的药材放在一起 就能够解决如李嘉靖小姐一样的 手脚冰凉症状呢 就我们用这些方法呢 把这个上面的火啊给它引下来 这样因为上面下火比较旺 就是可能阳比较 阳气比较阳炕 但是下面又比较虚 所以我们把上面的阳 就多余的阳气啊 引到下面来 补充到下面来 这样慢慢打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同样是冬春进补 家住上海的费森林 韩秀珍夫妇俩 最近也在为进补的事发愁 不过发愁的去和李嘉靖完全不同 我儿子女儿他们基本上送来 纳轮参 还有这个破壁 这个豹脂粉 还有风炉 还有烟窝 中药的药材比较多 给我们就这样吃 三年前 韩秀珍因为肺部肿瘤做了手术 自那以后 孩子们每次回家都少不了 要给他买点营养品 让他滋补身体 孩子们的孝心 老两口自然是非常高兴 可这些平时吃不着的东西 也确实让夫妻俩有些烦恼 这些补品到底该怎么吃 夫妻俩每次在厨房里 都要研究半天 尤其像人参这样的高档补品 老人们更是偷逃 不吃吧浪费 吃吧又实在是不会料理 放到最后 节俭惯的老人 只好硬着头皮 胡伦吞枣般的吃下去 有些的就是切葱片 放在这个煲汤 有些的是这个 我爱人的 他就敬酒 好像都是保测器之内 我们把它解决掉的 就是我爱人吃 他吃 假如是他吃 我吃了假如是没有什么反应 我就吃掉 假如有点反应 就给他吃 基本上是这样解决的 每次硬着头皮 吃下这些补品的肺腺上 实际上也有些担心 毕竟这些都是药材 人们常说 补药要是吃错了也是个大麻烦 实际上按照中医理论 老年人的身体大都处于一个相对弱平衡状态 如果不分七红皂白的服用 具有补气作用的人身 反而有可能会破坏这种相对较弱的平衡 从而导致头胀 引发溃疡 甚至流鼻血这样的症状 吃补品吃出了问题 虽然是一个甜蜜的错误 但是事关身体健康 我们可真是马虎不得 这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方胜泉教授 就给我们支了一招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料理人身的 你可能人身我论为补的话 不要单独去服用这个人身 你可能还跟一些养阴的要在一起 顿服 少量的人身跟一些养阴要在一起顿服 可能可以避免一些类似的这样一个作用 比如说人身或者用点这种我们一般的养阴补血的 你可能养阴的黄金麦冬 这个生地熟地 冬春香蕉季节转换 李小姐和韩女士操心的是该怎么吃 才能够达到进步的效果 而同样操心的鱼精 思考的却是如何让女儿飞飞好好的吃饭 每年到了春天 飞飞妈妈就有点紧张 因为我们家的小孩 她每到这个季节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她本身从小就是体质不太好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就是非常容易挑食 有的时候稍微有点点不和她 她就不会去吃了 飞飞挑食的毛病由来已久 稍微不和她的胃口 她就不会去吃 这看起来是个小问题 但正是由于营养摄入不足 体质瘢弱 每年到了春季 飞飞都会因为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感冒 而被传染上 因此如何解决孩子吃饭的问题 是余经全家的难题 陈宇飞吃饭了吃饭怎么这么麻烦 快点吃饭了 快给妈妈 我们吃饭饭了吃饭了找个子了 吃嘛来 吃一个西红柿 吃一个 为了解决孩子的吃饭问题 各种偏方 各种营养素 各种喂饭的方法 小飞飞的家长们 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给用上来 有一段时间她特别不爱吃 实在没办法了 我们就给她到医院里面开了点 那个健胃消食的东西来吃 饮品来喝 那么可能那段时间会稍微好一点 孩子胃口会大一点 但过段时间又成这样了 我们觉得这跟孩子的体质有关系 可能可以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 来来替她来改善她的体质 关于孩子吃饭的这场拉锯战 终于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 有了一个初步的战果 在经历过无数次失败之后 鱼琴终于掌握了一个秘密武器 核桃六味秘虎 核桃仁分泌 再加陈皮白竹白勺和五味子 这六样东西和在一起打成护状 因为是给小孩喝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 中药的用量要稍微少一点 主要的话还是核桃跟分泌 我们可以多加一点 尽量导得细一点 这样的话小孩在吃的时候 就不会卡到好用力 或者说感觉不舒服 最后我们把分泌加进去 也不要放太多 太多的话就比较甜 然后呢拿一个我们再拿那个勺子把它 搅成护状 就像这样搅拌成一个护状 看起来很简单 只是将六味主料和蜂蜜一起搅拌成糊 这个料理就完成了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一定要细心 一方面要照顾主料的口感 一方面还要照顾方子的比例 最为重要的是要根据孩子的口味进行调味 在制作这个六味核桃蜜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那个小孩的口味 包括就是我们在加分泌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放一点 因为放的肉太甜的话 那么肯定也是对孩子不太好的 那么中药在放的时候呢 因为毕竟是那个给小孩的一个辅助的 那么在吃的时候呢 尽量把中药也放的少一点 因为中药呢毕竟还是有苦味的 这个味道也会影响小孩的那个胃口的 因为有甜味跟核桃的味道 基本上中药味是吃不到的 因为这里面核桃蜜是有一个补皮肾的这样的作用 那么而且热能能量也很高 那么像这个冬春天交际的时候呢 温度还比较低 那么孩子多吃点核桃蜜 可以一方面可以补充能量 另一方面对蛋白质高 对他的心脏发育也是有帮助的 那么五味子可以起到一个免费的作用 对一些容易活动量过大 孩子出汗的可以起到免费 防止容易确实感冒 中医认为 五味子脸肺防感冒 陈皮白树 健皮型气 白勺平肝柔肝 这一道核桃烈味蜜糊可说是功能强大了 再加上鱼筋根据飞肺口味的反复调制 可以说是彻底降服了飞肺挑剔的胃口 不过这其中各种成本的比例搭配 可是调整了许多次才成功的 针对不同孩子的口味可能还需要进行微调 才能够让孩子们接受 这也就是说如果您家的孩子也不好好吃饭 又想调制这道核桃六维蜜糊的话 可是需要花点时间的 当然也许有人想简洁点简单点不必花那么多时间 这里也有一个方子 当然还是上海中药大学教授提供的 像孩子如果说消化不好不想吃饭的 可以用三渣麦芽饮很方便 用那个三渣和这个我们说叫麦芽 把它煮成水给孩子来进行这样喝 那么三渣有很好的这个助消化的作用 麦芽是一个很好的健脾助消化的这样的食物 所以合在一起的话对孩子不想吃饭 食育不好的负胀的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作用的 如果孩子说觉得这个饮料特别酸的话 可以在家里面在里面加点这个冰糖 这样可以调和一下胃口 那么酸酸甜甜的味道 孩子会比较喜欢喝一些 实际上不论是年轻人的虚步受补 还是老年人的无奈进步 甚至是幼儿的挑食拼食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忽视 我们似乎不缺什么 反而是可吃的太多了 能够选择的太多了 有点挑花眼的感觉 以前为什么说秋冬进步来年打虎 因为我们到只有到了秋冬天 我们收获多一点点 我们才有点库存 才能够稍微今天补 准备来年再消耗再投资 今天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补是个物质 说的简单一点 今天意识到需要补的人 有能力补的人已经是不需要的 经济的发展 市场的繁荣 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体质与前人相比 自然是有了很大的区别 自然而然 传统上的进步 就让我们这些现代人 有些虚不受补了 那么面对这个新的情况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的生活态度要调整 我们参数要调整 所以我们今天的膳食纤维 实际上就是出的那种 那种绿色的东西 膳食纤维我们说的远远不足 所以调整过程当中 减少高卡路里的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 甚至脂肪的东西要严格控制 增加什么 增加水果 增加膳食纤维